嗨,大家好,我是架子姐姐 今天分享一个无胶水的沙皮胶制作方法 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扔一块超新粘土在干净的容器中 然后倒入半杯热水,千万别倒多了 太稀的话成功率会低哦 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到融化 然后静置一小会儿 让浮在表面的粘土渣凝固 大概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用勺子把粘土渣完整的捞出来 剩下的液体先放置一边 在另一个容器中加入盐和热水 调一份饱和盐水 简单的说就是齁咸齁咸的盐水 然后把粘土液体倒进去 这时你会发现 续状的液体开始凝固 用勺子轻轻的翻动 大约一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一份沙皮胶就制作完成了 手感非常柔软 流动性很棒 Q弹光滑 如果你也喜欢做各种好玩的手风梨 记得关注夏季姐姐 今天说说你们晚上都是几点睡觉 那我们明天见